红蝶在红教堂进行的是冥婚吗? 最近有粉丝给龙哥的投稿 认为红蝶在红教堂可能是在进行冥婚 在关于红教堂的传闻中 玩家有几个版本的推测 第一种推测 有玩家认为红蝶可能是杀人凶手 红蝶因为嫉妒自己的战户迎娶的心慌 所以在红教堂杀害了新娘 然后自己逃走了 第二种推测是红蝶是个受害者 他在婚礼当天被战婦抛弃 战婦下落不明 从此他变身帮落女鬼四处寻找战俘 第三种推测是龙哥哥刚收到粉丝的投稿 粉丝推测红蝶可能在红教堂进行的是一场冥婚 这可以说是脑洞非常大的 也是非常可怕的推测 大家在红教堂的地图中可以看到 许多椅子背后都绑着白布和白花 就连树枝上也飘着白布条 而且红教堂门口还有墓碑 这婚礼的现场装饰的像极了善理 如果红蝶是杀人凶手 他杀害了新娘逃走就可以了 何必把教堂的环境布置得如此像善理 而且也没必要帮新娘立幕碑 所以粉丝大胆推测 其实婚礼现场进行的是冥婚 这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粉丝推测红蝶的战俘早就死了 可能死于战场上 而红蝶为了完成和死去的战俘结婚的心愿 所以在红教堂举行了一场荒谈的婚礼 在杰克的皮肤蛋糕丝中这样描述着 无论婚礼多么荒谬 他都会用史无前例的食材完成经验之作 莫菲杰克早就了解了婚礼的真相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您有任何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本期线索有粉丝 牛顿的卡巴尔提供 感谢提供线索的粉丝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时的门想 点击关注哦